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3年1月21日 星期六 這節先和各位網友講講天氣狀況 加上新春期間的氣溫都可以說是過山車 老友既要多加留意哪日冷哪日熱 要多加注意天氣情況 另邊相亦和各位網友跟進一下香港各大最新消息 首先有個81歲患病的伯伯在神運期間蕩 結果跨部門六胸搜索了一天 究竟最後能否找到伯伯和各位了解 另邊相亦講講香港各大最新消息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記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說年初一一早一晚環視有雨 年初二晚間急降十度 年初四有一區更加跌至八度 報道的內文是 除此本港天氣炸暖還行 踏入套年長假期即營急凍 受一股偏東氣流影響 說年三十今日1月21日和年初一1月22日早晚有一兩陣微雨 氣溫回升到最高21度 不過一股東北季後風會在年初二晚上抵達廣東元岸 一夜前後急降十度 並會在隨後一兩日轉冷 天文台再調低天氣預報 其中年初三和年初四分別低建十二度和十一度 年初四的早上水和石崗更加低建九度 打鼓嶺更加降至八度 市民外出拜年時間謹記添衣保暖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大家留意今天和明天比較暖 但不要掉以輕心 年初二突然急降十度 年初四更加冷 有區域跌至八度左右 那間打鼓嶺 若然住在上水石崗一帶的網友 也要留意年初四早上特別之凍 另B商亦說說這宗消息 根據HK01的報道 粉嶺八十一歲老翁神韻的時間檔塞路 跨部門六空搜索一天 直升機麥林當中找回他 報道的內民感嫁一名八十一歲老翁 獨自離開家 在日前1月19日前往神韻 想不到在山上蕩蜜路 急忙致電兒子求助 由於老翁有不少老人病 而只擔心他的身體狀況 於是報警 警方聯同各部門展開六空搜索 幸好第二天直升機在唐坑佩水庫的麥林當中找回老翁 雖然在臨中經歷了寒冷的一夜 幸好他並無大礙 據了解失蹤老翁成塵 和妻子在粉嶺一個私人屋苑生活二十五載 今次是他首次失蹤 日前1月19日上午8時多 陳翁自行離開家 到上午11時他致電妻子 聲稱前往神韻 晚一點就會回家 不過到同日 下午1時多 陳翁致電兒子說自己當失了路 由於他患有糖尿病 高血壓 青光銀和白內障 需要定時服藥 而只擔心下就報警求助 其後警方和各大部門展開地毯式搜查 到昨天傍晚時分 政府飛行服務隊直升機 在近唐坑配水庫的麥林當中盤船 發現麥林當中有個人坐在 於是通知警方消防民安隊各部門 終於找回這位姓陳的腦翁 他清醒沒有表面傷痕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都是非常幸運 這位81歲的患病伯伯獲救 不過在麥林當中渡過寒冷的一夜 第二天飛行服務隊發現有個人坐在佩水庫附近的麥林當中 結果通知各部門也成功找回這位姓陳的腦翁 怎樣說也好 平安為家 日後若然要去行山 最好找朋友陪住才行 自己一個人行山意外會比較容易發生 另外也說說另一宗意外 根據HK01的報道 花園街天台屋大火 20隻鷹短貓陪葬 男護主哭訴 一場火 燒了我20個兒子 報道的內文是這樣的 旺角花園街一座大廈 發生火警 現場20隻英國短毛貓撞生火海 現場慘放曝光 事發在昨天下午 花園街145至161號 喬命大廈天台位置無煙起火 消防捷報到場 派出煙武隊並升起雲梯開一條喉撲救 約摸20分鐘後把火救 起火天台屋負諸一句 20隻貓服屍火牆 男女貓主得色愛貓死訊過後情緒激動 在場悲傷哭雪 一場火燒了我20個兒子 據了解事發是大廈12樓天台的天台屋 護主馮氏夫婦在上旨居住多年 養了約摸20隻自家繁殖的英國短毛貓 每隻價值萬多元 事發前馮先生不在家 馮太太正在拜神 而此燒衣時 意外點燃其他物品笑貨 天台屋全屋墳位 20隻英國短毛貓死亡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花園街的天台屋大火 結果當中有20隻貓 無辜地陪葬 難怪護主非常悲痛 另一邊商也說說政策方面的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撤銷隔離恐怕會掀起勞資糾紛 院舍員工躺藥染疫社署出請請勿上班 報道的內文是這樣的 政府將於今月30日開始撤銷隔離令 僱員需要醫生指證明已申領病家 和其他疾病的安排一致 有社會人士擔心勞資雙方或因此發生爭執 有立法會議員期望當局向機構發出指引 特別是院舍和學校 社署回覆星島日報查詢時表示 強烈建議院舍員工如受感染 不應該返回院舍殖勤 並呼籲經營者容許員工在家休息 教育局昨天去信學校也說 今個月月底教職員、校巴和保母車司機和隨車人員 無需每天回學校前做快測 教職員染疫如無病症 可以自由外出或上班 但應該避免與他人同桌用線或前往人多擠迫的地方等等 今個當中安老事務委員會委員李輝回應 院舍中有不少長期或基礎病患 一旦染疫會有重症 所以感染員工絕對不宜上班 但他指大時大節 出雙倍工 也未必能找到提供 有關津貼不足以支付 希望當局提供更多支援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這裏還要爭論 加因1月30日過後 便會撤銷隔離令 到其次染身官也好 未必可以放假 之前確診的話 起碼你有四天休息 可以休息一下 一來自己要好 其次不要傳給別人 但現在很有機會 沒有病徵便要照常上班 這個安排也引起很大的爭議 現在還在爭論 不過今天已經是1月21日 1月30日落實的政策 即是滾水六腳 不知道各位網友怎麼看 有專家已經提出 可以仿效新加坡 若然新加坡現在染疫 都有三天時間 員工可以不用上班 有新的病假 到其次一來便可以確保 病毒不會再廣傳 其次對員工本身的休息 始終染身官 不是普通流鼻水感冒等等 都真的要好時間 多謝各位 尤其是願意看廣告 來支持礦仔的老友機 這段時間繼續勤力拍片 和大家緊貼各大政策的變動 最新的新聞和天氣狀況 尤其是老人家老友機要留意 年初二有機會突然急降幾度 到年初四的時間更加自動 各位老友機要多加留意 天氣變化穿衣保暖 最緊要拜年時間大家開開心心 要留意天氣變化保持身體健康 我是礦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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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